我们这一节来看一下是WooCommerce怎么跟你的Stripe做串接 Stripe它跟PayPal或者是台湾的蓝星金流或绿界金流很像 它就是第三方支付工具 让消费者可以在网路上结账 那因为我们用的是WooCommerce的购物车 购物车的功能就是 把商品加进去之后然后传送给结账页面 然后结账页面就必须要有个结账工具 让他信用卡刷卡 所以如果你在台湾的话 没有办法去使用Stripe这个很好用的工具 如果你不是在台湾的话 你可以去看一下支援40几个国家都可以使用 它最大好处就是不需要跳到站外 只要在站内就可以刷卡了 那你先到这个外挂安装的地方 搜寻Stripe 记得是这个WooCommerce 开发者是WooCommerce 原厂开发的外挂工具 然后安装完毕之后呢 你就可以到WooCommerce的设定里面来 然后到付款的地方 下面就会出现Stripe 那我们通常是用第一个就是信用卡的部分 然后我们把它开启 然后点击左边的Stripe或者是右边的设定都可以 那我们把它点进去 好就这个地方 因为我们刚有开启所以这边勾勾 enable就会打开了 如果你刚没有按那个开启按钮的话 进来这边打勾也可以 然后它第一个出现Title的文字 然后第二个出现Description描述的文字 那这个文字呢在结帐页的时候会秀出来 譬如说我们按前往结帐购购物车的时候 这边就会显示在这个地方 但是因为现在还没有串接成功 所以这边不会显示 我们接下来就教你怎么做串接 好回到这一页来 这边有个Test Mode 这个Test Mode预设是打开的 但是我们要正式使用 所以不要勾选这个测试模式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 你可以在stripe.com写线global这个网址 去查询你的国家有没有被stripe的资源 如果有的话呢 你就可以使用stripe 在这边有列出所有的国家 总共有43个国家 这个会持续增加 以前我刚开始用的时候只有27个国家 那我那时候是到那个美国去成立了一家公司 然后用美国公司去申请stripe 后来我把美国公司撤销了 因为觉得蛮麻烦的 还有一些税率的东西我搞不太懂 那台湾因为没有办法嘛 所以那时候才会去申请美国公司 像马来西亚香港啊 这些新加坡啊 这些东南有国家都可以用 就台湾没有非常可惜 那你如果有资源可是还没申请的话 你就到stripe.com去申请个账号就可以了 右上角去申请个账号 那如果已经登录状态的话 右上角就会变成Dashboard 就是到后台仪表板观看 那我这个账号就是之前有申请 可是现在已经不能用了 可是还是可以做测试给你看 然后登录之后 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画面了 然后左边这边就有一个测试数据 如果你要先测试的话 就是把这个打开 那这边的这些金钥 就是测试用的金钥 那可是我们要实际使用串接 这个就记得要把它关闭 关闭之后出现金钥 才是真正要使用的金钥 金钥就是指这个API密钥 Key的意思 那我把API密钥打开 这正式的 你就把第一行点击 就可以把它复制起来 然后把它贴到我们的后台的 这个下面的这个 enable这个记得拿掉 然后这个live public key 把它贴上去 然后还有第二行secret key密钥 第二行就是把这个点开 密钥的部分把它点开 点开之后它会出现这一串 然后把它复制起来 然后一样回到我们刚刚这一页来 这边把它贴上去 然后下方这个比较复杂一点点 就是webhook 就是一个网页 把它复制起来这个网址 记得前后不要有空白 不要复制错了 把它复制起来 这是我们自己网站的网址 然后把它贴到这个webhook 的新增一个端点 就是告诉他我们这个网址 是要做stripe结帐用的 把它贴上去 然后最下面呢 最下面的接收所有事件 把它点选 然后再按右下角的 添加端点 让这个stripe网站知道 我们这个网址 然后下面就会有个单集显示 密钥签名把它点开 好就这一串 这一串是stripe网站产生的 我们就要把它复制 贴回来我们自己的网站 这是这个webhook secret把它贴上去 好所以这三个栏位 记得一定都要填 这样才能够串结成功 好最后呢 我们就要记得把它储存设定 好储存完毕之后 我们再回到这个结帐页面 去做一下重新整理 你就会发现结账的项目 多了一项 credit card stripe 这个选项就跑出来了 那最大好处就是我之前讲的 它这个在站内刷卡 那你看这个英文字 我们来这边改 就是这个描述这个英文字 假设我们把它改成中文 就是使用信用卡 线上刷卡 经由stripe 经流支付 然后title这个地方呢 我们把它改中文信用卡 然后括号stripe 然后再按一下储存设定 我们再回到刚刚那一页去 结帐的页面这边来 好注意看一下 重新整理之后 就变中文了 这边有没有stripe 然后点开这边 这一行就变成信用卡 线上刷卡 经由stripe 经流支付 变中文了 好 那刚刚讲最大好处就是 它是在内刷卡嘛 所以你看 它并没有跳出去到stripe的网站 直接在你的 Wordpress的网站里面 就可以输入卡号 还有这个过期日 信用卡的后三码 背后的三码 然后按下单 所以它的好处就是这样 不用跳出去再跳回来 那它的刷卡成功几率就更高了 比我们用蓝星支付还要更高 所以这个台湾没有支援 真的蛮可惜的 好 那你就赶快去做串接吧